大家好 今天是3月30日 星期四 先說一下市場 市場很帥 昨天上升了 今天曾經回過 但可能見到A股的表現都很強勁 而且今天的時間 右股 但不是中海油 而是157宗石油 股價就爆了 所以令到大市最終 都能升大概百多點 現在的恆指 也在大概2300點 這些位置做到 即是收市 如果用這個星期 暫時說這個月 這個月去計算的話 恆指還可以說是一升 升大概五百多點 看看明天的時間 市場能否保持升勢 如果保持得到 意味著 3月份 港股又有反彈 經歷過1月份大升 2月份大跌 3月份稍微 可能是比較橫行拉 那些 你說升五百多點是否很多呢 也不算是 但只不過 市至少 好像上一次這樣說 再插進去 但是 正如上次提及到的 即是現在的市場 雖然你看到今天的時間 2萬點 關樓位也頂得住 但是250月線 即是21000年這個位置 還是有點遠 究竟你能不能夠上去呢 總是要再觀察 總之一天不能夠升穿那個位 大市 我只能夠說 它很不浪費 即是現在的形勢 真的好一點 至少你看到 它的勢 至少今天的時間 2萬點也穿不到 而且 你當守得住 250天才這個位置 市場短期 是有力可能會再上去 不過 因為明天的時間 業績期 就暫時斷落了 所以市場關注點 應該也會擺放一些 可能是外圍的市場 以至於A股的走勢 那個情況身上 其中特別是A股 因為今天的市場 下午的時間 有反彈 A股應該也真的幫不少手 所以短期大家要開始留意 A股方面的行情 再說到大家的股份問題 金山雲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金山雲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也看到它的股價 或者這陣子的時間 看到它的股價這麼強 都有點驚訝 因為完全不知道要升什麼 有朋友跟我談過 可能它第四個業績 可能出來比較好 可以升一下 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 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其實內地方面 這個版塊 這個叫做Cloud Check GBT的版塊 是很當炒的 所以如果問我的話 金山雲 能夠 有一個這麼好的表現 應該畫得很少 和這個筆水有關 那也是有些可以觀察到的 因為 金山雲 其實是上一轉的時間 即是廣告通名單 裡面 入圍了 好像3月14日 正式有一個 筆水可以買 我查回15日的時間 當時筆水 拿著金山雲的數 大概是700多萬股 你可以說 它一開始可以買 即是當筆水可以買的時間 那是數法 短期內 大概有700多萬股 這個是3月15日 如果這樣算的話 即是兩個星期前的時間 但到了今天 我按它 應該是昨天的數 天天是29號 那麼 那 量去到多少呢 已經去到 1億 4千多萬股 即是 比回上一轉 即是15日 即是大概兩個星期前的數 是足足多了 1億幾股 所以 可以反映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似乎 筆水 不斷地掃 不斷掃 那 所以 小心點 因為 筆水這樣掃貨法的話 我又不可以說去玩完 因為 如果可以繼續買的話 有機會可以買很多很多很多 那價錢不斷升上去 但它們散水的時間 就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自己要小心點 如果想買的話 自己小心點 基本上我覺得 靠這個範疇 不是那麼容易做 之前的時間 跟大家分析過的 但是 就變成這些股份 你當作炒一下 即使 炒一下 沖景 大家都可以再想一想 另一隻就是 孖九孖八 孖九孖八 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最強勢 如果是 在ATM裡面計算的話 它的比例也算是這樣的 經過昨天的急升之後 昨天的急升之後 昨天的急升之後 還可以升 不過 今早 是否有一個分析會議 大家 我聽說 八點鐘的時間 剛好 睡醒了很久 或者是 都出門口上班 但是 還是 還未回收 還未回運 那 開始了 分析會議 那 你說 有沒有一些 很大力得著呢 坦白說 是沒有的 只不過你知道 公司管理層 現在 會將那些業務 要分為六個 每一個都 變相好像 獨立成軍 可能是自己的董事長 有自己的業務 有自己的發展 最後 看哪一塊 拍出來 那一塊就拿去嘗試 但是 淘寶天貓 又不回收 因為它也覺得 增速已經不太快 所以 這塊如果可以拆的話 你的估值不會特別高 不過 究竟什麼時候分拆 不知道 只是 暫時只有 憧憬兩個字 所以 如果問我 我只可以說 等 如果大家有貨 這個回合 你預算 都可能要先 看看公司 要轉一步的消息 如果有的話 可能很厲害 可能 因為都可以炒作 但是 我相信 沒有貨的話 就不留 有貨又不怕拿 但沒有貨的話 似乎 我又不覺得 很直撥 可能回到兩三元的時間 你說 我買一些放的 可以的 但這塊買 我真的不建議 還要記住 還要記住 等於 騰訊 情況 有些不同 騰訊 跟大家分享過 我都說 騰訊的股價 表現 我都是買的 反而 我覺得 我不會這麼快走貨 我覺得是 360多買的 現在其實 都差大概20元左右 買的不是特別多 20元 算了 我會先等一會 而且 我經常說 我買的股 通常不是這麼短 通常都是 可能會放一段時間 而且 好像騰訊 我剛才說 騰訊的業績 這次是有點亮點的 它真的不是說 只是 只是升 是因為 它的業績表現 是真的有改善之下 變成這些股份 你說買來放一下 我完全覺得 沒有什麼意見 當然 加不加倉 大家自己想 不過 我買得不多 我都會想想 加不加 不過 同一時間 因為都在想很多股 想加 但是 蛋液不夠 所以還是要等一等 在這裡選擇 要找一些 更漂亮的架 再考慮一下 哪些 另外 就是 煤炭板塊 即是 神華 魚霉 這堆 又去到那個位置 因為 我一直都說 煤炭板塊 我是看不差的 神華 昨天為什麼會跌下去呢 或者是 雖然它業績之後 為什麼會跌下去呢 最主要是 它的 是它 比上次少 但是 少的是 70% 有7成 很多公司都會用 7成的 所以 它絕對不低 但 只不過 因為之前的時間 100%太厲害了 令到大家 可能對它有些 衝勁 另外 那些 煤炭板塊 我經常都說 內地的需求量 是會有的 即是 價格不一定會升 但是 量不會少到哪裏 所以 這一範圍的變相之下 對於 煤炭板塊 其實是正面的 正面的 所以我對它 還有它的高息 高息股 即是 高息股 12L 雖然它沒有保證 它沒有中海油那麼厲害 沒有保證 但是 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 它會保持10L 頭上 不難的 當然 它的股價 如果要10L的話 就等於現價 要淡高一點 但是 我覺得 不難的 等 對 我之前相關的煤炭 有的 我是長期看好的 這個看法 這個想法 仍未改變過 最後 就是883 其實 都沒有特別的 好說 你可以說 用來擺 收息 這格 都可以想的 因為 大前提 你是要擺 擺 不是用來炒 炒 到現在 比較難 因為 市場 現在 都 興趣 未必太大 特別是 883 你搞得升到這麼多 上來的時候 現在這格 你說要再升 有點尷尬 因為有什麼原因 它會升到呢 可能下業績 但業績 不是現在 一時三刻會有的 可能是下 可能是中期的時間 可能才有機會有 那 所以現在就擺 但是這位 買來擺下 沒有意見 其實它可以買 中 石油 都可以考慮 因為都是高色的 當然 因為Guaranty牌 這件事 就更加沒有輸 你問我 你如果在眼中的話 就沒有輸 但是就少了 200元的量 免得大家不會因為 那裡的資金 摘死了 或者是 過分地多 不然的話 就當買來擺下 就是 部份的資產 用來擺下 可以考慮的 OK的 好吧 今天就暫時說了這麼多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